大家好 今天想向大家分享一样东西 叫做三线开发 三线是指什么呢 三线其实就是指 MA10 MA20 MA60 这是我说的三线 当然如果你有你要用MA5 MA20 MA60也是可以的 或者说 你要用MA20 60再加120也是可以 原理是一样的 这边指的三线开发呢 是这样子的 首先呢 这三条线呢 比如说这个 这个 这个 蓝色的 然后 红色的是 MA20 还有一个是 粉红色的是 MA60 so MA20也是这样子 MA60也是这样子 就说这三条线呢 这三条线呢 都是在纠结在一起 纠结在一起 呃 在某一个时候 在某一个时候 有个羊K K棒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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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K 也 在某一个时候呢 他这个 MA10 穿过去 MA20也是穿过去 MA60也是穿过去 三条线 穿过这个 K线 这个K线 啊 穿了之后呢 通常呢 大多数 大多数 金星呢 都是为开发的 什么叫开发呢 开发就是指 呃 这个是 K线 蓝线 红线 红线 啊 这个是不是他 就像我讲的 MA10 20跟60 三条线 啊 不一定 可能那个 是是有点不一样 但是原理是一样的 他穿过之后 很大机会 他就会开发 也就是说 大涨 看到吗 大涨上去 大涨上去 啊 呃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啊 讲一下原理先 为什么很大的机会 这三条线呢 穿过这个 呃 呃 这个K棒的时候呢 他很大机会 很大的机会 啊 开发 开发 嗯 是这样子的 这件事情 让我讲了 MA10 MA20 MA60 都是在这边 呃 60 20 10 都是在这边 纠结着 这边 这边 都是可以 可以办啊 当他的 股价 在 这里的时候 这里就 纠缠的时候 啊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短期 10 MA14 两个星期嘛 MA20 是一个月 MA60 是三个月 就是说 大家的成本 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 短期的人 成本 也是这个附近 MA20 人 他的成本也是在这个附近 MA60的人 的成本也是在这个附近 就是说 大家的成本 都是差不多 啊 就说那个 MA20 10 10 60 的那个 啊 Value 就差不多的 也就是说 短期 中期 长期的人的成本 都是差不多 啊 这样呢 就要讲到另外一件事情了 就是说 庄家 你们最喜欢 很多人喜欢 知道的庄家 庄家呢 呃 就喜欢 呃 收票嘛 他收票 他要很长的时间去收票的 啊 这样他收票的时候 当然是静静的 不出声的 不给你知道的 啊 呃 期间也是有人 呃 也是有上有下有下 这些东西 嘛 提前肯定也是有人 在这个时候 被洗出去 就是我们家的洗盘 洗掉了 啊 他觉得哎 股价都没有什么动进的 啊 股价都 好像是 steady了 啊 好像是 stable了 啊 长期很久 已经stabilized了 没有什么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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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人呢 就 没有耐心 又 啊 就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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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票之后呢 他本钱 大家本钱呢 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那就是差不多 因为长期中期 跟短期的成本 都是差不多 所以很大机会呢 他就有 啊 啊 很大机会呢 就啊 啊 他会发动 这个啊 拉伸的动作 那为什么是说要穿过呢 这个K 这个K棒呢 这个K线呢 然后我讲说这个K线 一定是要 啊 轻的 就说要扬K 要扬K 叫上涨的K棒 啊 K线 这样 你穿过去的时候 通常代表 啊 代表 因为你可能是这样子来穿的 也是有可能是这样子来穿的 也是有可能是这样子来穿的 OK 很多星星的 啊 这样你就看到了 哎呀 又化掉了 比如说这样子 这样子来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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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如果你的股价在这里的时候 你看这一天 他的那个是不是相差很大 意思说大家的成本都是相差比较远的 但是当他穿过这个K的时候呢 他这三条线呢 很大机会就是在差不多一个同个成本 就说大家成本都是差不多的 啊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啊 原理背后的原因 你看主力 他收购漂亮 然后三条线 大家差不多差不多价钱的时候 就是主力要拉伸的时候 就说他很大机会 会继续往上拉 这个就是他的原理啊 啊 呃 这个就是叫做三线 开发之一 就是说穿过这个阳卡 三线开发 穿过阳卡 还有另外一种的啊 另外一种的 我们下次再再讲 啊再再讲 也是三条线 但是他不是穿过这个K线的啊 但是也是类似的原因 所以我们就找一些案例 我就找了的 啊这个就是GHM 啊 呃 这是 KGHM 这个应该是 呃 10月的时候 去年 去年10月的时候 你看到这条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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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三条线是穿过这个 这个Ksender 啊 而且是青色的啊 这边呢 也是有一条是大概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呢 就有点 就有点一些技巧 这个 这两条 两条啊 这边是两条啊 刚才我不讲说一条吗 怎么是两条呢 但是如果你把这两天的 如果你把这两天的 这个 K线 加上这个K线 两个加起来 你就会变成 一个K线 就是一个K线 啊 这个是另外一种技巧 两个接线加起来就是一个K线嘛 啊 也是三条线穿过去 穿过去 所以呢通常呢 比如这边就有一个 这边就有一个小 啊 小 啊 一个 一个小波段 啊 然后这边呢 时间更久之后呢 啊 就看到了这边也是另外一个的 一个 长长 啊 你们可以去试下 找就 找一次这样 类似这样东西 啊 找一次类似的图形 啊 啊 通常我们学习技术分析呢 有太多东西要去记住了 会很难去学习的 啊很难去记住 所以呢 我们就用一些简单的图形 简单的图形 当我们下次有机会讲到形态的时候呢 那个更加 啊 比如说 啊 什么 cup and handle cup and handle 啊 啊 双底 啊 M型啊 W型之类东西 都是一个形态 所以在均线呢 也是一个形态的 所以我们把这种形态记起来 你就不容易忘记 然后呢 你再把它背后的那个原理 就是之前我讲的那个 庄家的那个 啊 原理 好像提布式这样 啊 提布式这样 提了一个布式 再把它 再把它联想到你的这些K线 这些 线图 三条线 你就很容易记得 那你下次看到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很容易的记得 啊 原来是这个形状啊 我记得是这样子的 啊 那另外一种 另外一个小 小技巧就是说 有时候两条K线 你是K棒的 你是可以把它连在一起的 这个也算是一种 呃 改次我们讲 蜡烛图的时候呢 这个也是一种 一种技巧吧 一种技巧 把两根 三根蜡烛 嗯 一种工具 把它弄成一个形态 你看我们技术 技术 呃 分析的每次都是讲 形态的啊 啊 K 蜡烛图也是有形态 钦线也是有 钦线也是有 呃 钦线也是有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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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已经没有去背了 因为我已经记起来了 所以就 主要是因为我知道它背后的原理 这个也是一种学习的 一种方法 如果你找到类似的 均线 开发 你给我知道 什么符什么类型 我们可以去学习 我下次再给你们讲另外一种心态 也是三线开发 但是不是穿过这个蜡烛的 是另外一种心态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也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一下 谢谢大家